會演嗎 那個他們在妓院裡的戲 你會演 會啊 他有一幕很經典 就是要把他那個拉衣服 他這很粗暴的 因為他很... 這裡 我沒有說要拉 我是說那個感覺 你詮釋得出趙又廷 那種層次分明的感覺 因為有的觀眾沒有看猛獎 你要先講為什麼要聽耳機 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趙又廷第一次去那邊 很緊張 他在那個戲中飾演一個那個 一個性工作者 然後因為很緊張 然後隔壁叫床的聲音太大 然後很尷尬 然後他一下來 他就是... 因為性工作者 他們就是要趕快完成工作 然後趙又廷就說 我們可以先聊天嗎 然後因為那個聲音太大了 然後所以拿出這個耳機 就...就聽音樂嘛 對 然後就聽嘛 就聽嘛 什麼歌呢 來 音樂 有沒有電風扇 電風扇 沒有電風扇 好真的哦 幹嘛吹這樣 所以... 所以請問在劇中聽耳機 聽到什麼時候才要進行工作呢 大概在副歌的部分慢慢就靠近 副歌的部分 所以客家演員第一次 趙又廷的角色去就有... 就有發生事情嗎 沒有 其實到戲的很後面才是有... 有親吻 可是前面的話就是 他只是都是來找我 然後沒有... 純粹聊聊天這樣 有睡覺啦 然後... 就只是靠在你身上嗎 有... 然後有一場是就是... 靠在我肩上睡著 就是... 我沒有要你演這個 好... 好... 他靠著... 請問你... 請問你... 我... 我... 你... 他不演也不行啊 只能靠了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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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靠... 就像那個肩膀啊 那靠一向氣都很好啊 好...